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位日本学者 因发明蓝色发光二极体 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夏存博文表示 将更加强支援学术研究 另外广东最新数据显示 登革热确诊病例23146例 大陆官员表示 广东登革热疫情形势严峻 防控工作仍有盲点 美国方面 充满传奇色彩的纽约华尔道夫饭店 以19亿5000万美元 约台币593.5亿元的历史天价 卖给中国大陆暗方保险集团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地区主任表示 欧洲境内几乎无可避免的 将会出现更多伊波拉病例 但是欧洲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可以控制伊波拉疫情 无报头条来带您看到 前阵子因为地沟油风暴 众多业者改转使用正义油品 全面想到今天台南地检署查货 顶星旗下正义油品 以饲料用油来混冲食用猪油 数量高达424吨 正义油品目前出问题的产品有 正义香猪油 韦力清香油 韦力香猪油等产品 而涉嫌销售黑心油的 前正义公司处长吴荣和 目前已经被羁押境界 实用处表示 一丝混冲鲤鲤鲤用油的正义油品 不得出货 而且卖场必须暂时下架 早点名的三款油品 韦力清香油 韦力香猪油和正义香猪油 必须停售 而对此我们也电访了正义公司 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好的那针对油品风波的事件 我们之后还会持续为您关注 现在看到香港雨伞运动 目前已经踏入了第11天 学联与政府虽然确定 目在本周五进行正式的对话 不过学联对政府提出的讨论议题 却感到失望和愤怒 批评当局缺乏诚意 并警告不要再用武力 镇压抗议民众 学联晚上8点半 与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刘江华 进行正式对话前的 第三次预备会议 会后宣布 双方同意在本周五下午4点进行对话 会议将讨论政治发展宪政基础 及政治发展的法律规定 两个议题 学联批评当局提出的议题缺乏诚意 曾奥辉警告说 如果政府在未来两天进行清场 将会影响双方对话 又指学生及市民 都有诚意促成对话 强调会一直坚持占领 直到对话有成果为止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 在香港报道 香港雨伞运动引发国际瞩目 包括美 日 英德等国家 都已经表态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罗伊斯认为 美国应该对中共更加强硬 以促进亚洲的自由 香港学生 民众 追求民主的雨伞运动 被中共喉舌抹黑描述成非法集会 追求亚洲地区的新闻自由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目前 北京政府不计代价的 追求经济增长 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罗伊斯表示 自己身在北京的时候 深受雾霾困扰 甚至看不到马路对面 罗伊斯认为 美国方面应齐心协力 解决环境问题 直至中国方面 尽到自己的义务 因为已有20%的雾霾 远渡重洋漂来美国 导致加州受影响 罗伊斯认为 国际社会应向中共施压 确保中共会切实履行国际法律 罗伊斯表示 美国政府要改变对中共的态度 就像80年代支持自由欧洲电台一样 促进亚洲新闻政治自由 新台记者李吉宣薛文 洛森基采访报导 进行转回台湾 总统马英九日前 因为丢输的事件 引发维安紧张 连带影响后天的双十国庆维安 今天立委引述维安人员爆料 称双十国庆动用的大批维安人员 是史上的最高规格 不过国安局长否认了这个说法 有没有史上最高规格的维安 双十国庆 有没有 包括委员你讲这一段我并不同意 因为我们是按照往年 所有历次案例发生以后 我们去做了经济工作的检讨 就是经过了这一次总统丢输之后 史上双十国庆最高维安的规格 将要在后天登场 包括委员没有 有维安人员跟我爆料 这一次的维安规格 超过北韩的曾正恩的维安规格 双方寻达激烈 立委质疑这是国庆维安史上的最高规格 不过国安局长否认 另外也说目前还没有接到 国庆当天抗议团体的相关情资 财经消息方面来看到 台湾的银行对中国的跨国债权 在短短五年多的时间 就从1079亿飙涨到1.59兆元 增长了近15倍 民进党立委就表示 各国都因为中国 不让外国的会计师到中国查账 而提高警觉 但台湾却反其道恶行 提供金卫等公司向台湾银行贷款 却不用任何担保品 立委质疑 这些债权真的是要得回来吗 接下来 企业指数中场大跌272点 媒体拒播时代华纳旗下的透纳网络公司 将缩减人事10% 以销减成本调整布局 集中旗下的CNN将裁员300人 港媒称市场对美国加息 预期增强 国际资金纷纷撤除袭击市场 而经济情况持续恶化的大陆 及其受影响香港 资金流出尤其严重 一周内净流出2.78亿美元 中国最大电性设备制造商华为 在台总代理商迅威 由于在台销售4G基地台 遭到立法院及政府机关封杀 近期悄悄锁边相关人力 主要是4G网络设备的业务 及工程师 新台电视整理报道 中国云南昨天晚间9点49分 发生瑞士规模6.6的强震 镇压位于普洱景谷自治县 镇原深度5公里 之后还有发生百次的余震 目前发布的死伤数字是 一死超过300人受伤 部分房屋倒塌 预计将会有更多的人命伤亡 及统计数据 接下来我们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香港雨伞运动 当地传媒几乎一面倒地 站在中共的立场抹黑学生 根据最新调查 香港媒体的公信力 创下8年来新低 诺贝尔物理学奖 有3名日本科学家获得 他们将自己的成功 归功于美国自由的科学研究风气 更详细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物件新闻 台南白河 台义无化城 平视龙飞凤舞取景拍摄 南二高 白河交流道下 台义无化城 等你来哦 南二高 白河交流道下 白河台湾电影无化城 耶 钢板屋顶的守护绳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防救就是护年毡 钢板屋顶的守护绳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防救就是护年毡 米食创意料理的大玩家 猪米厂将好吃的米饭变有趣咯 纯米制作 绵密Q弹 无肤质 好消化 少了热量 多了健康 米食料理的新选择 猪米厂 米食创意馆 电话8862-2536-6662 钢板屋顶的守护绳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防救就是护年毡 钢板屋顶的守护绳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防救就是护年毡 世界第一台荣获英国伦敦发明金牌奖 5A生饮机 独家生化陶瓷滤芯 富含矿物质的微碱性波动水 除氯 杀菌 活化 除臭 一次搞定 不止净水 更喝得到健康 免插电 免换滤芯 体积小 安装方便 喝得到健康的干净好水 5A生饮机8864-2231-4128 自然本铺严选天然食材 以手工制作新鲜 甘甜又美味的养生青食 滴纳 少糖 无人工商料 无负担 用最纯粹的料理方式 呈现最真实的滋味 百年手艺 风味独享 您最安心健康的选择 自然本铺 全民抗争以及遍地开花 集会的一个公民广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昨天再次缺席国内的重要活动 更有消息传出 他现在已经不在首都平壤 行踪沉迷 金正恩已经没有公开露面 超过一个月 外界媒体纷纷猜测 他是否重病或是遭遇到政变 据南韩朝鲜日报报道 南韩情报部门获知 金正恩目前身在平壤北方 占据真普选的香港雨伞运动 进入了第11天 然而在香港本地的传媒中 却几乎一面倒的 站在中共的立场持反对意见 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 香港的媒体公信力 创下了8年来新低 9月28日港警释放催泪弹镇压之后 据BBC报道 新岛日报 东方日报 文汇报 大公报 商报等亲共媒体 一面倒的负面报道 甚至在报道中 对和平抗命的港人进行谩骂 国际记者联会批评 香港新闻自由倒退 10月3日 望角中共黑社会暴力冲击示威民众 一名自称来自深圳的游客 自己带刀粗暴撤出路障 同样的新闻和采访 两家电视台报道也不同 因为无线是比较称重一些 我们本来说 大家都知道 无线那里那个title 即他访问那个人 他那个身份 就是说是一个市民 但是在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就算比无线中立很多 有线电视就会说 他这个男人的身份 是一个 深圳游客 好像是你有看到的 港大最新调查显示 市民对新闻传媒的整体公信令 仅为5.84分 创8年来的新低 近半数市民认为香港的新闻 传媒有自我审查 特别是在批评中央政府时 有所顾忌 而认为传媒在批评特区政府时 有顾忌的比率 深至17年的新高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香港民众持续争取真普选 然而却换来了港警首次对港人祭出的烟雾弹 而其实在2012年香港特首竞选辩论时 梁振英就已经被质疑 会对民众施以镇压 甚至还有人质疑 梁振英拥有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 2012年香港特首竞选辩论 梁振英被对手公开披露 他对民众示威的强硬态度 2003年23条搞到几十万人上街 当时在政府的高层会议上面 讨论应否硬推23条的时候 你有没有说过 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部队和催泪弹 来对付示威人士 有还是没有 我绝对没有说过 你骗人 我是在场 有很多人的耳朵都听到 梁振英上任两年后 今年9月 和平战中的民众就遭遇了香港防暴警察 以催泪弹镇压 这是自1997年以来 香港本地民众第一次遭遇催泪弹 当地媒体形容梁振英是三低特首 低得票当选 任期内低名望 低凝聚力 不信任 源自于不透明 2012年梁振英被一名前中共地下党员曝光 他是地下党员的红色背景 去做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 这个就是梁振英 以中共的这个规定 这类的被司长的职位 一定是由共产党员来到当的 我真的有点担心 梁振英当选之后 不是西湾治港 可能最怕是党人直接治港 真的更怕 除了红色背景 梁振英竞选期间 他的竞选办成员 还和黑道中人一同出席饭局 被媒体称为江湖饭局事件 香港著名媒体人 梁振英曾撰文表示梁振英是红与黑结合的产物 在他执政下的香港 未来恐怕还有更多的阴霾 新唐记者林兰 纽约报道 美国前总统卡特上月访中备受冷落 随团的美国学者下位爆料 卡特的遭遇近乎侮辱 1978年 卡特在未征询国会同意的情况下 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 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面报道 北京宋庄艺术家丁鼎 被怀疑支持香港雨伞运动 昨天凌晨被警方从家中带走 目前艺术村已经有五人 因为声援香港而被警方拘捕 外媒说公安被指示 只要在北京街上穿黑衣开伞 就要进行盘查 针对中国餐厅放置的蝉花牙签 一位曾经被中共当局 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投书名讳网 揭露来自看守所的牙签 不止卫生条件差 这做过程还剥削大量被牢照的 法轮功学员与在押者 中共前党魁将泽民势力遭清剿 10月6号前后搜寻百度图片 显示出大量法轮功真相讯息 其中包括海外明慧网三退的真相传单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 追求许多地方包括台湾在内 今天傍晚就可以看到月泉石 还可以看到月泉 月球全部隐没在地球影子区内的 红色月面现象 就是所谓的血月 气象局说 今天的月泉石台湾在傍晚5点30分左右 月亮升起后到晚上的9点35分 如果没有地形或云路干扰 就可以在东方地平面上 建掉奇妙的月食过程 星期二三名日本科学家同时获得了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们发明了蓝光LED 让人类获得更加持久高效的白光灯来取代传统灯泡 而现在的应用范围已经从手机到了电视 来自日本的科学家赤奇勇天野浩 和来自美国的日裔科学家中村修二 周二同时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正是由于他们三人发明了蓝光LED 人类才能获得更加持久更为高效的白光灯 来取代传统灯泡 节约更多能源 中村修二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教授 他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美国自由的科研环境 这是他在日本所无法获得的 如今比传统白痴灯泡寿命长100倍的LED灯泡 正在全球普及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预计到2020年 LED灯泡将会在全球的照明市场取得70%的市场份额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接下来带您看到一位才5岁的血癌小男童 NBA的尤他爵士队为他进行了一项感人的特别行动 让孩子和父母留下一份永生难忘的记忆 由他爵士队内部的蓝白对抗赛 已经进入关键的第三节 球赛暂停 这是后一名身份特殊的球员登场了 他的出现引来阵阵掌声 这位身着一号球服的小不点 就是罹患血癌的吉布森 从底线获得传球 吉布森开始带球突破 别看他人小 打起篮球可是架势十足 吉布森越过重重人墙 抱着球冲过罚球线进入禁区准备投篮 队友立即顺势将他高高抱起 让他扣进人生第一个大灌篮 全场欢声雷动 小小吉布森在NBA球场上帅气灌篮 这一幕一定会留在他和家人的心中 新台人记者周期综合报道 叙利亚人权组织表示 伊斯兰国六日晚夺取了土耳其边界 附近叙利亚战略城市科巴尼三个地区 并出现大肚杀 2000名叙利亚库的族人被迫撤出 另外澳洲军方和比利时国防部分别表示 两国战机已经开始执行打击伊斯兰国任务 南韩检察厅六日公布岁月号沉船事故的调查结果 沉船直接原因是抄载和舵手操作不熟练等原因 检方还认为沉船事故后海警处理不当 导致遇难者增多 并制作假文件隐瞒自身带乎职守的事实 经典卡通汤姆猫与杰利鼠已经超过70年 近日在iTunes或亚马逊线上影片服务上 被加上了种族歧视警语 因为有些场景会出现一名黑人女佣 风雨下半身看不到脸 被认为是四五十年代最黑人的偏见 新唐野还电视整理报道 今晚关心夏前新闻重点 一人林依晨的经纪人周美玉今天证实 林依晨将以圈外男友在本月29号订婚 现在是百货周年庆的热门季节 台北市建管处昨天抽查了四家百货的公共安全问题 当场开罚了12万 更详细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物件新闻 大纪元.com 海外最大的中文网站 即时的国际新闻 大陆新闻 准确的时局分析 犀利的评论 为您传递事实真相 传统文化的故事 包罗万象的生活 娱乐和教育资讯 一切尽在大纪元网站 请登陆大纪元.com 在曼哈顿116街附近 有两个五层高的居民楼内发生了爆炸案 消防员们仍在全力的灭火 所有的灾民都被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地面 我们请纽约记者的大纪元 工作将持续进行 来自民间的公益组织 事故原因是大规模网 全民抗争以及遍地开花 集会的一个公民广场 在地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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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预热消息部分来带您看到 一人林依晨的经纪人周美玉 今天证实林依晨将与圈外男友29号订婚 节问日期目前还不清楚 林依晨与圈外男友林于超认识多年 交往两年多 去年就传说林于超求婚成功 今年两人将举办婚礼 但林依晨并未公开证实 订婚消息传输后 陈巧东6月也都分别给予祝福 好 接下来带您看到 现在是台湾百货周年期期间 台北市建管处昨天兵分恶路 抽查了四家百货公司 发现有几处不安公安不合标准的地方 当场就开罚了12万元 台北市建管处正对百货公司 进行无预警公安检查 要确保消费者在周年期期间的 购物环境安全 下午公开抽出四个地点 分两组出动安检 检查烟雾警报器 强制排言设备 防火铁卷门 以及逃生动线 结果发现 成品116在五楼的逃生通道上 堆积杂物 检查的结果在五楼的地方 它在这个逃生避难的动线上 通往安全梯的动线上 有堆积杂物 它属于严重的疏失 那我们当场要求它立刻改善 并且对这个商家处于建筑法 第12万元的罚款 而新光三越南西店则是在电斧梯铁卷门下方设置摊位 完全无视地板上的警告标语 中央的这个电斧梯的区画 垂直区画动线里面 有一些设一些柜位 那等于说它影响了逃生的动线 那这一部分我们当场有要求他们要去做改善 除了开罚12万也限期在三天内做出改善 否则将开出更高金额的罚单 必要时将会强制把业者断水断电 台北市建管处也将会在接下来 对台北市59家的业者做出突击检查 希望消费者在逛街购物的同时 能有一个安全的消费场所 新唐雅台电视高建容黄庭峰 台湾台北报导 待您看到10月8号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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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今天的新唐人五千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